這個影片是100萬美金,我銀行借給你 80萬美金 那另外的20萬美金從哪裡來? 就是你可能會找一些朋友小小的投資啊 或有一部分是保險公司啊 或是履約保證公司 那台灣呢這個叫做完工保證 就是譬如說我們在蓋房子的時候有完工保證 可是我們在這個產業呢 現在政府還沒有這個所謂完工保證 所以完工保證就變成是怎樣 明萬一房子蓋不下去怎麼辦? 那要有人接手 對不對?好,那這個就是所謂的履約保證的一種制度 那另外還有一點,各位想想看 不動產,各位買一買,可能很多人買一買 沒有錢繳利息 本金繳不出來,斷頭 那怎麼辦?那銀行是不是拿了很多這種不良的 那所謂就有 債券有沒有,現在所謂的那個 那個叫 那個叫做什麼?不動產證券化 有沒有,像那個 現在叫什麼?是不是叫 那個 那個喜來登 有沒有 就是 我今天 其實這就是一種財務操作 很多人很懂這個 比如說我現在 這個飯店我買了20億 然後呢 我就把它變成證券化 我就賣給你們這些消費大眾 一種基金 你們有沒有去買這個基金8號什麼7號 我就告訴你 投資報酬率6個person 8個person 那有些人就去算啊 因為我這個錢擺在銀行現在利息很低嘛 只有2個person 那你有6個person我就買基金 所以 很多這種懂財務操作人他就 我飯店買了20億 我就把它切割變成基金 然後我們社會大眾來買 買了之後錢怎樣 錢又還回去了 我還是當老闆 經營還是我在經營 所以這個就是一種財務操作 我現在舉例 那其實台灣呢 之前我去 跟那些政府官員一些單位開會 包括金融局 我就跟局長講 我說你們金管會要不要盡量來發展 一種叫做無形資產證券化 我一直在推動這個東西 跟他們溝通 因為我認為台灣如果能夠做到 無形資產證券化 這個產業就真的有救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 蓋房子跟拍片一樣 拍片可能十步中一步 可能有的片子拍到中間夭折了 或者是賣不出去 或者是 虧了很多的錢 可能也會有十個片子有一步是像 臥虎藏龍 或是什麼就忽然大爆了幾十倍 所以他其實是一樣的機制 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片子拍不下去 他就會有完工保證 比如說我現在拍片也一樣 拍拍拍到中間 拍不下去了 那你如果不是你從事這個行業的你就知道怎麼收尾嘛 在資金面這一塊呢 就是說政府其實 包含行政院有兩百億的資金 包含各位如果現在有好的案子 你要到行政院開發基金去要錢 你提案是可以拿得到錢 就只要你的案子夠好 但是通常 大概是 他們希望的是投公司比較多 當然你可以by project 就是說 案子本身去跟他談 現在都有錢在那裡 不過真正去申請人其實非常少 因為那個部分整個規劃是要 怎麼講就是 整個結構是比較像在寫那個投資的那種 營運計劃書 通常我們這個行業的人比較不會寫那個案子 很會寫拍案子 企劃案 可是 關於投資方面的那個比較弱 那事實上台灣政府在這方面有很多的錢 好就是 看你怎麼去應用 那當然也他有很多配套措施可能還沒有 整個 規劃的非常的完整 那麼再來的部分就是說 在產品的一個部分呢 就開始有很多的獎 譬如說 工業局有辦很多什麼動畫獎啦 什麼獎有沒有 他就是鼓勵很多的人才希望能夠 透過這種創新跟研發 能夠有新的 新的東西出現 作品然後他很鼓勵 那再來就是說 市場面的部分可能就會鼓勵大家去參展啊 像電影有很多人去參加坎城銀展啊 威尼斯銀展啊 那個這都是一種展覽 然後能夠促進國際之間的交流 那麼在這方面呢 其實呢 用的力量用的很大 但是社會的整個產業 的期待是 比較落差的 我所謂落差就是說 因為整個配套措施因為不夠完整 比方我剛剛講的 建價都做好了 可是借不到錢 那同業就開始會覺得說 你是貨金的貨金 就會有這種疑慮出現 那是不願意嗎 其實不是 就是說 他很難是一種強制性的 去要求 因為台灣還是一個算 就是比較民主 他其實各部會之間有他各自的考量 所以會變成說 整個推動上 事實上 碰到蠻多的問題 那麼再來我們談到的 就是說 台灣的整個數位內容 跟國際 就是說我們的優勢跟劣勢 我在這邊做了一個表 各位同學可以看一下 我們台灣的優勢是什麼 就是我們這個社會是 非常多元 然後很有創意的一個地方 再來就是台灣本身呢 他對世界市場 的這種 華文影視的內容的習性非常的熟悉 然後呢我們很多的這種專業人才 包含導演啊 攝影師啊 做創意啊 策劃這些人呢 事實上都非常具備有國際的這種 競爭的實力 然後呢 我們的音樂 其實是這個華人的 領先的指標 各位可以看一下 全球華人市場 只要在台灣 流行的音樂 幾乎是全亞洲同吃 所以周杰倫一紅 大概幾乎都是 整個亞洲都是 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那所以台灣其實 我常都在講 台灣其實是這個產業的一個叫風向球 各位可能覺得說我們台灣的人口數很少 只有兩千萬人 可是事實上你們會發現就是說 好萊塢那些大導演啊 大明星啦 韓片的那些大卡斯啊 Ren啊什麼 為什麼全部都跑來台灣做宣傳 重點是台灣是一個消費能力很強 再來就是說 台灣是有指標性的 通常一個片子是要帶來台灣 他賣座 受歡迎 亞洲大概都跟著買了 他其實是有這個指標意義的 那麼我們的機會點是什麼呢 我們其實整個寬屏的建設是很成熟 然後還有我們整個數位電影院也陸續的興起 然後 都在很努力的推動所謂的數位電視 全球要進入中國市場 其實台灣是一個很重要的樞紐 因為台灣對中國的 習性跟他的整個 喜好度是非常熟悉 第二個呢 重點就是說 中國大陸呢 一般的民眾是很崇拜台 崇尚 就是說 台灣人可能崇洋啦 但是大陸人其實是很崇台的 所以呢 前段時間有人在講說 這個韓劇 我們預估啦 韓劇其實準備要退燒了啦 去年我們就預估他 下一波會是台流 台流不是到那個大陸流浪的那個 台流 是那個 寒流 就是下一波我們認為 就是說 華文的contact的主流是台灣的流行文化 那台灣的流行文化為什麼台灣有這個價值 事實上呢 嗯 各位知道2008年就是 這個 奧運 所以各位可以想 應該從今年開始陸續 全世界所有人都會中國熱 但是我認為中國會台灣熱 所以 各位再想想看 以這樣的一種市場結構去看的時候 其實台灣人很有 角色可以在裡面扮演 是看我們到底想要 在裡面卡怎樣的一個位置 那可是台灣現在 通常我們在做傳播媒體或是製作 有很多呢 過去的人才培訓都從電視台 出身 或者是說 我可能是在電視台的 下游啊 或是外圍的公司 那但是 台灣過去的電視台 平常講他是比較 在地化 就是比較local 他做的很多的生意都是 只有在乎在台灣的收視率 台灣的什麼 所以很多人現在看到 韓劇這麼popular的時候 常常就 我幾乎 我跟各位講 我幾乎每天出去 只要跟不同人吃飯 或是談事情 就有很多人開始講 那個韓劇怎樣 台灣人真的真的 拍不出那個 我一聽我就很火大 我就馬上糾正 別人的觀念 什麼台灣人做不出來 台灣人絕對可以做出 最優秀的 節目 是因為台灣人 我們沒有那個環境 我們整個市場結構 已經被 匡成那個樣子 所以 匡成那個樣子 是什麼樣子 匡成那個樣子 就是說 已經有一個四方形的 這個圍牆 把你圍在裡面 圍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的機制 我這樣在講 其實很多人都很希望說 製播可以分離啊 就我們現在在談 因為台灣的電視台 事實上是 播出 平台在手上 那我跟各位講 你今天再優秀的導演 你今天再好的片子 你都需要有一個播出平台嘛 對不對 那過去的傳統的結構 就是說 我一定得要 電視台OK啊 不然我片子沒地方播 那我怎麼會有影響力呢 對不對 所以呢 這是過去一個趨勢 那電視台也已經很習慣 就是 我就有平台 我是老大 那你們大家如果 做的東西沒有跟我合作 我就不給你播 你其實是 看不到的嘛 對不對 可是 為什麼我一直在講 就是說 所有做創意的人才 其實你們的機會點到了 因為數位化的時候呢 過去的一種經營模式 不是唯一的選項 他開始會有很多的平台 等一下下一關 我會跟各位講 他有很多的平台機制產生 可能從 從原來過去 比如說你無線有線 Satellite 衛星 或發展光碟 出版品 現在可能手機吧 手機也會有啊 部落格啊 對不對 你現在手機會有 手機電視啊 對不對 那你開始 電視會有付費電視 有很多很多零零種種 你今天只要一個好的節目 這兩天好像 新聞有一個那個 香港大叔有沒有 他說 你有壓力 我有壓力 各位有沒有看到那個新聞 500萬人download 有沒有 你知道 應該都有看到那個新聞 那這件事反映的是什麼 就是說 就只是一個 在香港的公車上 好像有個年輕人吧 看那個大叔講話 手機講很大聲 他就跟他說 叫他小聲一點 那個大叔就 站起來罵那個年輕人罵五分鐘 然後旁邊有人用手機就把他拍 拍下來 拍那個人連續罵人罵五分鐘 然後把那樣子的片子放到那個網路裡面 就忽然有500萬人download 然後 那個 蛤 然後還有改編版 對不對 最近又把他改編成陳總統 他說 我錯了嗎 我錯了嗎 就一直把他改成那句話 那本來那個大叔是說 你有壓力 我有壓力 他用廣東話講了嘛 然後他一直罵那個年輕人 就噼哩啪啪就連續罵五分鐘 好那我現在跟各位講這件事的重點在哪裡 各位想想看 你的生活裡面是不是到處充滿創意 跟商機 對不對 各位 如果 你今天出去 你可能不要那麼緊張說 我每天都一直開會 一直開會在談這些東西 你可能有 時間坐在那邊然後看一看 忽然發現一些很好趣 很有趣很好玩的人 你用手機把他拍下來 可能不小心就給你真的賺了一筆 500萬人download 如果一個人一塊錢 那是500萬 那你們不要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數位化的時候呢 因為他的整個通路結構改變了 他不再像過去說 一定只有傳統電視台 你就一定得跟我合作 你才能夠 你的作品才能夠看得到 他會改變嗎 對不對 所以也就是這樣 我認為台灣是很有機會的 因為 台灣很多人是 我覺得 尤其現在年輕的一代 是跟國際接軌的速度很快 我們的下一代 他們是 速度快到 真的 我都覺得 有時候會覺得說 我們在那個年紀好像還沒有 他們接收的速度這麼快 侃侃而談 然後每一個人都是 都是這樣子 好像 不會害怕 就是跟誰講話都不會害怕 然後很容易表達自己的思想 那這樣子一種寬容度 自由度裡面 整個數位內容是 華倫發展是算非常 非常好的 那麼當然我們的劣勢是在哪裡 就是 我們的國際經營的人才 嚴重不足 比如說我剛剛講 我們可能拍片 永遠只關心 收視率 我們從來沒有去想到說 我這個片子要賣到日本 韓國 沒有人這樣想 所以變成大家想東西就只想到台灣 內地 這件事情 再來就是說 我們的因為法規的限制 所以很多人才是不容易進來 譬如說 像最近可能新聞局大概隔幾個月之後會鬆綁 譬如說大陸人才 可以來台灣 譬如說我跟各位講 現在我們通常在拍一部影片 大陸可以出的資金幾乎是台灣的 可能有四到六倍的錢 那各位想想看 如果我們今天有一個片子跟大陸合置 結果呢 大陸的導演演員都不能來台灣拍 location不能在台灣 只能在 大陸 那這樣子的話 是就意志發展嘛 或者是說 人才不能交流 那會產生一個狀態 變成我們永遠是影進版 我們台灣拍的片子永遠是影進版 各位知不知道影進版的意義就是說 你只能夠在黃金時段以外的節目時段播出 那影進版是有批文的限制 好像我們早期台灣在做那個 仿織業有沒有 有配額的限制 大陸也是一樣啊 他一年有多少配額 那你想想看 一年需要多少的量 那個配額一倍 搶走了 你的片子 就會變成這樣 有配額的人就是 他power就是很強 所以他予取予求啊 你這個片子我就給你買2000塊美金 不然沒有批文啊 你拍照你怎麼會有事 就變成這種情況 你知道 所以變成就是說 你有很多東西 你不能把你的價值提高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可以合作的話 那就不一樣了喔 這個片子可能可以上黃金 黃金黨 那黃金黨就不得了了 那個價值是很恐怖的 所以現在就是慢慢 可能會開放 譬如說 大陸的藝人可以來台灣 來宣傳啊 來拍片啊 那譬如說我們現在可不可以跟大陸合作一個戲 搞不好是 什麼台商在那邊故事 然後又拍到他的 老家在台中或哪邊又是什麼東西 你才能拍嘛 不然你那個故事就不可能 合作 那就會阻礙了這個發展 好 那再來就是說 國內的市場規模比較小 很多都中小企業 比如說 我們可能一個製作公司 就是幾個人的一個公司 他也沒有很多的錢 所以變成說 在製作上面的 他比較拮据 有時候如果 一個線流產生問題 很可能公司周轉上 就產生很大的狀態 好這個就是 碰到的問題 再來就是 缺乏 健全的金融融資 體系 這就我剛剛跟各位同學報告 就說 你明明政府要推動啊 那我金融銀行 我的銀行體系不配合啊 那銀行體系不能配合啊 為什麼 你現在如果從行政院 或是哪一個單位說 你這個一定要融資 他說 你 你圖利 這個可能圖利啊 或者是說 你 你用行政命令要求我什麼東西 可能是違法的 對不對 那金融體系的 總經理跟董事長可能會說 欸我問你啊 你叫我融資給你們拍片的這些公司 倒掉你要不要幫我 背書 沒有行政的 那個系統的人願意背書 所以這個就run不起來 就是說 他的整個金融制度是 沒有夠完整 那如果說 我剛剛談到 就是說他的配套措施是完整 其實這個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所以這還是整個環境面的問題 那我們碰到威脅是什麼 就是說 美國 像歐美啊 他們的行銷通路跟市場佔有率很高 所以你可以看他拍一部片子 哇一扎幾千萬 可能一擊他都無所謂為什麼 因為他的回收系統太健全 所以就會變成我剛剛講大者很大 再來部分就是說 亞太每個國家 都很積極的 來加入這個競爭 那麼 再來部分就是說 大陸因為他的智慧產權 比較 缺乏保護的觀念 所以盜版很猖獗 我剛剛講了 就是 那盜版都他自己盜啊 那你大陸怎麼辦就好像說 我們有時候只能選擇 比如說 好今天你覺得我這個片子價值 最少一萬塊美金 那大陸的人跟你說 兩千塊 你賣跟不賣 你知道你賣他一萬塊他都可以賺五萬美金 可是他跟你說兩千塊 他就跟你講啊 你不賣給我 我照常到 你也拿我沒批條 他真的就跟你挑明了跟你講啊 我給你兩千塊美金是看得起你喔 對不對 我給你批文給你這個讓你合法可以在這邊可以做發行 對不對 那他講的其實是事實啊 因為不是只有這個 這個公司這樣 因為很多這種問題 那你到底要不要接受 或者說 我記得台灣有一些遊戲公司 故意讓大陸人盜版 online game有沒有 原來他們就是這種叫做病毒式行銷 有沒有 你們在那個 網路裡面有很多的東西有沒有 你如果要大量的promote 可能就會用病毒式行銷 好就是讓所有人都接受到這個東西 那你的觀念打通了嗎 打通了之後呢 我再升級再升級 你口袋的錢就被我掏出來了 這就是另外一種行銷的觀念 那通常 台灣通常在做生意的時候 比較不願意這樣子 就是比較會希望說 我投資多少現在錢就要回來 比較是這種觀念 像韓片為什麼會在全亞洲 這麼的popular 就是他也 某一部分用的是類似這種 病毒式行銷 他剛開始就是 到日本啊 其他國家 免費給你撥 後來就100塊美金 200塊美金 現在7萬塊美金一個小時 他把你市場都培養 把你們都 好像養成一種慣性 比如說你們各位現在 你們用網路 網站在收Email 那Email本來不要錢啊 對不對 那我現在告訴你說 你空間要不要更大 你要不要付那個錢 因為你已經用習慣了嘛 所以你就會去付那個錢 下次我再推出另外一個服務 跟你說什麼 99塊 你這家 所以我慢慢慢慢 一層皮一層皮撥 你也不會覺得很痛 因為你已經習慣了 這樣子 一種消費模式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就來談的這個是數位 內容管理的定義 各位同學 我剛剛談到的是整個應用面 那我們的整個數位的管理 其實他有分很多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 數位資產的管理 數位版權的管理 然後 電子商務管理 出版工具 文件的管理 那 這裡面談到的就是 當你有一個copyright 的時候呢 你會牽涉到你的 版權怎麼做管理 因為你的版權授權 是有年限的 有分區域的 有分他的應用模式 所以你的copyright的管理 是一個 這個叫做數位版權的管理 好 那麼數位資產的管理呢 就會 copyright的管理 他是一種授權的機制 好 但是數位的資產的管理是什麼 是你的master table 譬如說我們今天 我們志平兄在拍這個袋子 他可能用的是 BetaCam 那有的可能用這個 HD 下去拍 對不對 那你BetaCam拍完了之後 可能 你會過代嘛 對不對 你可能會剪接 當然我們今天也許是 全程播出啦 那有的節目拍完了之後 我們可能會剪接啊 剪完了之後 我們會上字啊 會配音啊 或者是 會加音效 好 那那個就是所謂的完成代 完成代了之後 如果今天我這個完成代要發行 十幾個國家 可能我又要考慮到有英文版 日文版啊 什麼 很多版本 所以你想想想看 你這個資產如果沒有做很好的規範跟管理的時候 那你以後怎麼做授權 這個等一下 我會畫圖出來跟各位同學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比如說 好像 如果有些同學 你有 跟這行業比較接近的 你在後期做這些事 你就會知道說 你在post production 在剪輯的時候 你的這個 原始的拍攝帶 然後你剪接完了之後 你會知道說 我大概 未來 要應用到哪些不同的 載體 不同的通路 你要先思考 為什麼 因為很可能你在過代的時候 你會跟這個後期的老闆講說 我要留怎樣的版本 留幾套 你會思考好 那這個時候當你思考好的時候呢 你的成本只有什麼 你可能只是那個袋子的錢 材料成本 或者是你在過代的時候 其實可以同步dupping 可以dupping好幾套 但如果你這個事情沒有想清楚的時候 等到你做了一件事 下次你又進去 再重新做 其實你每一次的成本都是增加 一次 這production的錢 是很恐怖的 因為一個小時可能五千塊打個折 幾千塊 那一算下去那都很恐怖 所以 如果我們本身 在做這個create 方面 創新 創意很強的人 你一定要有一個觀念 就是 你的marketing 的觀念要有 你才知道說 我怎麼樣 在節省我的成本 我的cost 所以管理就變成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麼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圖表 這個就是我們數位時代呢 這個節目的資產管理的方向 我剛剛跟各位同學講的 這裡面 簡單我們分四大類 重複播出 重複播出 就是說 節目 以前 我現在如果給電視台播 一個小時的節目 我只要把破口剪好 對不對 但是 現在不一樣啦 如果我今天給 無線台 可能有破口廣告 可是如果我是在數位電視搞不好都沒有廣告啊 對不對 所以我是這樣的版本啊 但是我也很可能呢 將來我又 放到 另外一個 客家電視台 變客語發音 或是什麼 所以節目本身它會不斷的被重複應用跟播出 那麼你在 規範的時候變成你在管理的時候呢 你就必須要考量這個事情 第二個是剪輯重組播出 也就是說 我們的節目呢 本身呢 拍了這個東西之後我重組 比如說我講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現在拍一部偶像劇 那我這個偶像劇是一個小時二十集的節目 可是我可能思考說 我有在經營手機的平台 我可能需要有一些 好笑的 所以我就把裡面男女主角 所有這整個節目NG 或者是 好玩好笑的 全部把它剪接出來 他這個就是叫做可能是剪輯重組 這一種 那我可不可以用一個創意的觀念說 我再把這二十集裡面的 經典的愛情 那個愛情的那種經典的對話 許我一個未來吧 好 比如或者是什麼什麼這些比較很浪漫的 變成一種詩歌朗誦集 所以這就變成怎樣一個節目是被不同的編輯 重組 對不對 好 那麼這就變種新的形態 所以你必須要很容易的 剛剛我跟各位同學講有EPG的search功能 很簡單他就search出來 好 所以你必須要考慮到這樣子一個重組 透過重組變成一種新的節目形態 再來呢 就是所謂的跨平台播出 跨平台 就是你必須要考慮 各位想 手機的螢幕這麼小 電視的螢幕那麼大 各位想想看 如果你的節目沒有思考的時候 你這麼小的畫面 看的東西 有些東西你是不會看的 如果你今天在電視台 你在家裡的電視 看32吋的電視 看的畫面 同樣把它放到這個手機 字幕一樣那麼小 你要不要花錢買 你可能不會花錢買這個節目 可是如果 我今天做一個節目 我一個小時的節目 我在電視台播出是這樣 好 那我 我現在假設我是一個企劃人才 我去思考說 我在手機也要做一個好玩的節目 我就把 一個小時的節目 變成只有三分鐘 重點性節目 所以我在剪接的時候 可能怎樣 可能我都要剪比較focus的鏡頭 因為我們可能這樣拍嘛 是long的鏡頭嘛 對不對 那你又放到這麼小小的 怎麼看 比如說各位在看電影 哇一個長鏡頭 一個人慢慢的走 慢慢的走 從這邊走到那個門 那你想想看 你在看電影的時候 是一個大的screen 所以你覺得 OK 因為那是你的情緒 是被封鎖在一個 一個房間裡面 但是你在看這麼小的東西 你那個感覺是不一樣的 好 所以手機的節目很可能很多東西都是要很focus Be close的東西 然後你才能夠感受到那個東西 所以你就要去思考說 我這個節目當他 跨平台播出的時候 然後可能有的是在PDA手機 格式都不一樣 那你要怎麼去規範 這個就要想清楚 第四個就是所謂的多文化播出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製作節目的時候 可能我這個節目要賣到美國 賣到歐洲 賣到日本 所以呢 我就變成怎樣 我的音軌要弄清楚 你不要 我舉例來講 譬如說我們今天 Bellacent有四個track 結果呢 我就 mixing啊 什麼對白啊 全部都給他搞在一起 一好了 那現在如果 美國要來買片子 哇 糟糕了 咪在一起 那怎麼辦 所以你在做production的時候 你就是要 分軌做好 譬如說 像我以前我在 做卡拉OK 我有投資唱片公司的時候 我們那個錄音室有32軌有沒有 那個console 那我們都是怎樣 配主唱 主旋律 或者是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合音天使有沒有 全部都是要分好 你分好的時候的好處是什麼 你同心remix的時候 你用一個新的版本 你萬一把所有東西全部 密在一起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 那就完蛋了 因為你拉不出來 你要重做 重做的時候很可能 後期公司就是說 版權位再收一次 配音啊 什麼東西 你那個成本很高 也許你有一個很好的idea 可是你一算一算 哇那成本太高 你根本就不敢做 就會產生這樣的狀態 所以這些事情都是說 我們在數位化來臨的這個時代呢 我們在做節目資產管理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去考慮 我現在跟各位同學講的就是 成本考量 因為 做生意嘛 你還是要獲利啊 對不對 你不能夠 做到一堆東西都是 虧錢的 久了之後你也沒有那個能力 去做更好的事情 所以這個成本觀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那麼接下來這個圖呢 就是所謂數位內容資產管理 我把它分成大概有五個 五個不同的一個部分 各位同學看一下最左邊的就是所謂的 Content creation 就是 內容的供應跟製造 好 那內容的供應跟製造這一端裡面最左邊呢 他就會分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content production 好 這個 內容的製作公司 好 製作了之後呢 就是所謂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拍一部戲 可能我們要規劃啦 出機啦 拍攝啦 這個就所謂的製作 那再來就是那個 影像的版權跟後期製作 就是post production 這一端都是 所謂的製造 好 如果以製造業來講 他是屬於一個 一個 一個 量化 或者是生產 好 假設這樣的 那麼第2端是所謂內容的包裝跟重置的管理 就是所謂的那個package的部分 好 比如說 我們現在這個節目 我們透過 某些公司 來做內容的代理銷售 好 那代理銷售就牽涉到這個所謂的 比如說content creation 比如說像 WAP TV啦 Hi Channel啦 我舉例 那麼這些公司就是怎麼樣 他們負責什麼 他就可能把你這個影片重新做包裝 然後呢 他把這個影片做 一個很好的這個 安排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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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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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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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一直跟我強調說 他說這個片子一定要拍得非常紀錄感 他要有某種調性 他說你有沒有看過一個導演叫做什麼什麼名字 我都沒聽過那個名字喔 他說那個調性真的太棒了 這片子出去之後一定是萬綠蟲中一點紅 我說萬一是萬紅蟲中一點綠怎麼辦 因為有這種可能性嘛 很多導演都要做特殊特殊特殊 結果到最後結果是消費者看不懂 像我們在外面看那個海報 天邊一朵雲啊什麼這種東西 我不曉得各位覺得他好不好看 男生覺得很好看 會心的微笑 但是我覺得他難看透了 可是很多人不敢說他不好看 好像自己沒有那種藝術天分 不懂得欣賞電影一樣喔 台灣電影拍的糟透 我當著這個錄影機沒有再說一次 台灣電影拍的糟透 台灣有很多好導演 所謂的好導演是說他們很會得獎 他們很懂得怎麼去參加那種小眾的那種電影 其實柏林產那種都是小眾的 都不是那種為了大眾口味來做的東西 那長此以往下來的結果 造成台灣整個電影工業的從業人員非常強調創作性跟獨特性 他已經忘記了就是大市場在什麼地方 他根本不想不去去尋找那個大的市場 那在整個的這個影劇傳播圈裡面喔 真正了解大市場在哪邊的 有兩種人 一種是做節目製作的 了不起 各位不要罵台灣的節目喔 台灣節目真的三色星啊難看好看極了 昨天我電視壞掉 你知道嗎 我一晚上不曉得幹嘛 我在那邊走來走去走來走去 我是講真的我有焦慮感 因為我每天看電視最少四個小時 我好深的焦慮感 我說我去泡澡好了 我在澡盆裡差點想把自己淹死 因為一直想說哇今天弊案追到哪裡去了 沒有接下來看實在很可惜你知道嗎 所以台灣的電視做的非常的大眾口味 消費者喜歡看東西就是對的東西 各位千萬記住這一點 沒什麼好談的消費者就算是低俗氣味也好 李安上次有講嘛 台灣的電視喔 就是太多太低俗的東西了 這就是市場嘛 市場喜歡這個就往這邊做嘛 我們幹嘛誠意過高 我們也不是僧侶 我們也不是正言法師 我們在做的就是要迎合大眾口味的事情 這是第一種人 第二種什麼人 第二種就是廣告人 廣告人就是要去迎合 去取悅 去逢迎消費者喜歡的東西 所以各位絕對不要認為說 就是我今天要去學的東西 是多麼了不起的東西 一點都沒有什麼了不起 就是在娛樂大眾而已 那如果你能夠這樣想的話 你優先就會有一個正確的觀念 就是我從事的公司是要去娛樂大眾的 所以我絕對不看那種沒有娛樂性的電影 絕對不看 其實我不看電影有另外一個道理 其實我大概已經有十年沒有進電影院了 為什麼因為電影票太貴 我在抗議這件事情 可是必俯漢大術的誰理我啊 可是我就是會堅持原則 我就是不進電影院去看 台灣憑什麼賣一張電影票買280塊錢 還要規定你怎麼買它裡面的爆米花 對不對 沒有道理嘛 我就等著看HBO嘛 所以再好的片子 我要等在那邊等兩年之後才看到 別人再怎麼講 我只能這樣迎合而已啊 那我的意思還是說給各位一個觀念 就是大眾口味不是個罪果 去娛樂大眾是我們真正的要去追尋的一個最原始的精神 在這個地方 所以各位不管你的目的是在哪裡 今天你到廣電基金這邊來 也許你是希望說能夠成為一個了不起的一個創意人才 在贏這個產業能夠出人頭地 如果要出人頭地的話 請你去迎合大眾口味 台灣已經有夠多這種走小眾風格 把台灣電影搞到牆角去的導演了 我們不要他們了 其實我個人跟蔡明亮有一定程度的熟悉 每一次見的面我都會跟他稍微講一下 大哥下次要拍什麼片子啊 這次拍了天邊一朵雲 下次要不要拍牆上一朵花啊 這樣子 他知道我在諷刺他啦 你知道嗎 他說那種片子讓你們去拍就好了 那我們認識一些廣告導演 像比方說以前很有名的拍意識形態廣告的 他拍廣告賺了好幾千萬 他自己有個心願 就是我廣告賺了錢之後我要去拍一部我喜歡的電影 他花了好多時間拿到輔導金 拍了一部叫做給逃亡者的恰恰 片子慘敗 一開始他就注定是慘敗的沒有人去看他 那個片子從頭到尾都是意識形態的遊戲 各位你看電影電視廣告30秒意識形態夠了嘛對不對 你看一小時半的意識形態你試試看 你會把自己刺死 因為真的看不懂 所以台灣的影音產業走到目前這個地步 是靠著節目製作跟廣告在支撐 那各位真的真的千萬不要墮入那一種小眾化的迷思去 所以我為什麼要讓大家回到觀念篇去蹲好創意麻布 就是有幾個觀念如果不分享給你的話 你可能會往那邊去走 你可能去模仿你所熟悉的 所謂大師級的導演 所謂檯面上那些人物他們的做法 而通常他們都會誠意過高啦 像我從來不覺得說這個行業有什麼了不起 廣告人就一定得像個廣告人的樣子嗎 我穿這個吊吊其實說真的早在街上 你認為我是做廣告的嗎 不可能嘛對不對 我也是去政大演講 這笑話我不曉得說過多好吃了 這是我人生的痛 台下大概300多個學生聽我演講 然後講到興起之初我就問你一句 你們看我像什麼 我的問題意思是說 要猜我像業務還是像創意啦 因為我是業務創意你們猜不出來嘛 台下有一個250 大聲的跟我說 老師你像是一個業務員 也不差嘛 因為業務跟業務員差一個字而已 業務員也不算是一個裂品 我就追問他說 我先生請問一下 我是賣什麼的業務員 他如果說是賣汽車賣保險都可以接受 他很大聲的說 老師有點像是賣林果塔的業務員 回到家裡面我非常難過 我就知道照著鏡子 我洗完澡喜歡看鏡子 看了五分鐘之後 我跟自己講一句話 真的他媽的像 可是我很高興是說 賣林果塔的業務員 需要 別人信任你 因為他把你的未來寄託給你嘛 我覺得非常高興 如果能有這種感覺也不錯 所以等一下中場休息的時候 我有帶一些資料來 各位如果你想買的話 就是可以 就是說 我們現在是八折優待 還送一個小塔位 給你寵物的 好不好 對對對 帶著寵物一起到天國去嘛 這是開玩笑的啦 好 那麼這個馬步 怎麼蹲法 我只取幾個重點部分 然後我再換到其他的地方去 好 我每一次都要跟各位 先傳輸一些叫做3T的觀念 3T是 我們在做創意的時候 蠻重要的三個東西 那兩位就稍微溫習一下 一個T叫做 talk to whom 跟誰在說話 我們這個行業跟節目製作 真的是非常類似喔 就是一定要了解看的人是誰 所以我們在做任何的影音的東西的時候 都必須要去 腦筋內化成那些人的樣子 他們喜歡什麼 我們就要做什麼 像我們之前有做過藥酒的廣告 你知道嗎 一開始就是保麗達 我們也想做得很高檔 是保麗達要開始退殼而出啊 不要跟那些達英明B混在一起嘛 對不對 都會裡的人也可以喝保麗達啊 其實保麗達以前是給誰喝的 媽媽 補身子用的 最後 轉成什麼 轉成那種勞工朋友在喝的東西嘛 我們覺得好像不應該這樣做 因為在我們這些精英族群的這種想法裡面 我們賣的東西都必須賣給精英族群才對 怎麼可以賣給那些人呢 我們建議客戶要去改弦更張怎麼樣 所以根本就不可能 因為那個市場就不在那邊嘛 那我們要做這個生意 我們就必須 資料都帶來了齁 有沒有塔位的樣子也有帶來 有嗎齁 OK那就好 等一下我們還沒有到 中場休息期 我們一起來銷售就好了 他一定覺得今天很奇怪 好像進了瘋人院的感覺 好 那麼 呃 我剛剛講哪邊 忘記 對 幫你拿著齁 然後客戶一直跟我們說 市場的反應很清楚 就是那群勞工朋友在喝 你怎麼講就是那群人在喝 那是改變不了的事實 所以我們開始改變自己 我們讓自己去內化成那些人 用想像力啦 所以我生平嚼的第二顆檳榔 是在那個那天晚上在嚼的 第一顆是在當冰的時候嚼的 我把那個紅灰全部剃掉 嚼青檳榔難吃得要命 纖維一大堆 第二顆我就奮勇 連那個老藤啊什麼石灰一直嚼進去 我的天啊 那天是夏天 你知道吃完之後五分鐘之內 全身燥熱 氣血逆流 我才曉得檳榔是多麼好的寵物 東西 冬天的時候真的吃到會全身發暖 那慢慢去了解他們在想什麼 所以最後我們做出來的東西 還算不錯 會不會丟臉呢 會 到現在我還覺得說 那一次我不會承認是我們在做的東西 可是它的效果就在那裡 所以不論你喜不喜歡 你只要做了 就要去了解 talk to whom很重要 電影其實也是一樣的 它是暗示我今天只剩三個塔位了各位 所以要搶要快 剛剛是咳三聲 我完全了解 兄弟沒問題 所以第一個 你如果做任何的 任何的影音的東西 不管是紀錄片也好 不管是像前一陣子 我覺得蠻紅的 什麼番果媽 男孩 或短影片 或者是說像最近前陣 這是客戶退貨的 OK了解 那麼或者是像大象男孩那些的 我覺得都是很棒的東西 但是台灣有時候在拍那種東西的時候 他總是會陷入精英族群的思考困境裡去 他總是不能夠 不能夠做得更大眾化一點 我都看了 總覺得如果說交給我們來處理 可能會更有影響力也是不一定的 所以一定要念之在之的是 到底你在跟誰說話 我們待會看一些導演的廣告影片 我們就來回推 他這個廣告是要跟誰在溝通的 跟誰在說話 你就了解我在說什麼東西了 那第二個就是叫做take away 那麼take away這個東西 是要解釋一下 就像我們去餐廳用餐 吃不完打包外帶是一樣的 任何的觀眾看了一個影音的東西之後 他都會留下一下一些印象 跟一些片段的記憶 這就是take away 就是你所希望他記下什麼東西 記得什麼東西 各位你不可能希望他記得全部 不要說一個廣告了 一部電影這樣演完之後 能夠把劇情從頭說到尾的有幾個人 太少了 像我最喜歡看電影台是因為說 我一部電影可以看二十次 我都看不到那個頭在哪邊 我一直到了最近才看到空軍一號的頭怎麼開始的 我每一次都看到哈里軍福特跟人家的幹架 都不曉得為什麼他會被劫持 都不曉得 18年了嘛對不對 最近上一個月才看到 原來他是在前面發表一個演說 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好高興 那種感覺是失散多年的親友找到的感覺 那你不可能期望大家記得全部的東西 只能他記得片段就夠了 只要能記片段就不錯了 可是會記得什麼片段 每個人都不一樣的 就算我們設定下去 他可能記得還是不同 所以為什麼我們喜歡用名人代言 各位曉得嗎 因為用名人代言可以保證 他一定會記得那個名人 那各位會反問我一句話 那記得名人有什麼用呢 不記得產品有什麼用呢 這個沒辦法 這是必要之惡啦 你用名人代言 他壓過品牌是正常的事情 這個是沒辦法的事情 可是他的代價是滑著來的 只要能夠記住就不錯了 各位你昨天看那麼多的廣告裡面 這位企鵝大哥你記得哪一隻 因為他穿的是Penguin的那個衣服 你記得哪一隻廣告 印象最深刻的來 趙建平那一隻嘛 就是回首望南天那一隻嘛 那就是記憶點 Memory Point 那個多重要 你知道嗎 那我們問一下這位好 你記得 昨天看過廣告 你有沒有哪一隻最 沒有 這隻廣告是賣什麼產品的 叫做沒有 對不對 各位你看多困難 不管你怎麼回答我都可以回應了 各位多困難 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一個記憶點 讓觀眾把它帶走 帶走 所以各位你在做的影音的這個東西裡面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Memory Point 給他take away 我們待會來用一些實力 來跟各位來溝通 第三個T就是叫做調性 Tone and manner 那調性這個東西是影響一個片子 給人家的觀感是什麼 那他也會影響這個品牌跟產品 給人家的觀感是什麼 你給他的科技感強的話 他出來就是科技感 給他的是生活的幽默的 他就是生活的幽默的 像最近的電器廣告 有一個異軍突起的 就是叫做全國電子嘛 對不對 他走的是鄉土路線嘛 其實我們認為走鄉土路線 在我們來操作 會覺得是蠻不容易去理解的 因為山西的東西電器都應該走向更什麼 更科技化更質感更明亮更現代才對嘛 好他他這樣走有他原因在啊 第一個是在強力的市場競爭之下 他必須另辟蹊徑 把市場虛格出來 他不可能無限制的跟跟這個豐澤 以及跟蔡昆去做價格競爭 他競爭不了他的點名那麼多了 他就必須要退回來 把價格穩住 他不是最低價 可是畢竟他的情感面 可以吸引部分的消費者 所以從策略去思考 他的做法是完全正確的 那另外一點 從創意來思考的話 如果大家都做一樣的東西 都是科技現代明亮 你會記得嗎 你也不記得 所以有時候廣告就是要 在童中求益 就是要故意做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要搞怪的意思 說穿了廣告就是搞怪 你可以不了解一切的產品的特色 都可以沒關係 你只要搞怪就好了 這個東西 講到最後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可是策略還是蠻重要的 像全國電子這個 如果我不講的話 你不了解他背後的思考是如此 這般 像最近的房仲業 也是有一些不一樣的改變 信義房屋還是走什麼 走小市民路線對不對 就是一般的森斗小民 他們在乎的是成交速度快 買到安心的房子嘛 那我們看永慶強調的是什麼 科技 隱陰房仲啊 這種成交的速度之類的 那請問駐商在搞什麼 台中來了跟台北 果然有一點代溝 沒有開玩笑 他是在走鄉土路線 他找鄭鴻怡扮演什麼 土地公 各位土地公 其實他的意思是說 問土地公最了解所有的事情 所以駐商就像是在地土地公一樣 我們了解全部的行情 狀況都了解 但他的tone and manner的選擇 是走向一個比較鄉土的tone and manner 各位一樣的 一樣的創意切入點 我可以用比較高 不能講高級 這是比較現代的方式來呈現嘛 可不可以 可以嘛 但他的選擇是走鄉土 那個沒有對錯問題 這是他的策略選擇 事後才會來判斷 他是對還是錯 很難講 沒有人可以說他是錯的 所以在這麼多的產品裡面 每個人都要做不同的tone and manner的選擇 是必要的 我們講手機好了 Nokia一向走什麼調性 Nokia 科技化 那Motora不走科技化嗎 他也走科技 可是如果他又走科技的話 就混在一起了嘛 他就必須走一點什麼 比較illusion的 比較充滿imagination的 所以Motor的廣告比較視覺導向 比較幻想一點 比較異類一點嘛 那我們再看一下 ASUS賣電腦的 賣這個產品ASUS 跟BenQ的差別 各位BenQ是很好的歷史 BenQ其實是一個國產品牌 他刻意把他的tone and manner 往哪邊引導 國外的品牌感覺 他的Motor很少用台灣人 都是用老外來做 為什麼 我就是要你相信我是國外來的 怎麼樣 因為他的區隔就在這裡 這個是他的策略選擇 所以各位tone and manner 我很重視就在這個地方 這三個T如果你不會的話 我很難想像 你怎麼去做一個影音的東西 我今天指的在廣告上 要很重視3T 可是一個電影和尚不是如此 一個紀錄片和尚不是如此 一個節目又和尚不是如此 所以你這個三個T能夠把它基礎踏下去的話 你基本上才具備有往下去突進的一個能力 你才具備有去講創意的能力 我最怕是告訴你說 我們就來玩創意好了 看看我們的廣告 看一看我們就來想創意好了 你憑什麼做這個事情 你創意的基本都不會 你憑什麼做這個事情 你連三個T都回答不出來 你憑什麼做這個事情 所以現在我們就要用一些導演的作品 我們介紹一下這位是助理小天使 來幫我播放到那個 我已經把DVD放進去了 你就坐著真的坐著 坐著 好不好坐著 因為本來想叫他最近 可是他先生在旁邊 我不好意思 不是先生那就是什麼夫囉 丈夫啊 丈夫啊叫什麼 不是先生就是丈夫啊 你以為是另外那個字嗎 就放在這裡面了 這些導演作品 然後我們大家來回推一下 就是幫他回推 他在對誰說話 他讓觀眾帶走的take away是什麼 然後他的調性是往哪邊傾斜 我們從這邊 從欣賞裡面去看 各位絕對不要指心 你剛剛看到的是我的演講 所有的題目全部在裡面 很多喔 DVD應該是要回到電腦裡面去開 你笑的時候要小聲一點 因為這邊是我的茶杯 被你勾欠 等一下 你晚餐吃米粉對不對 應該是應該是 因為我剛剛放進去 我不曉得是不是那一天 Azuse DVD 應該是對 好 你就幫我直接播就好 好 暫停一下 我們就隨手抓什麼片子 我們就來彈什麼片子好了 我們用3T來看一下 都養成這個習慣 就是訓練自己去做一個拆解 他在talk to whom 他的傳播對象是誰 上班族 可不可以再精確一點 上班族太多了嘛 太多了 我為什麼要要求各位精確 就是其實有時候 沒有必要精確到那麼 narrow去 我們在傳播的時候 對消費者是對越多越好 可是我要讓各位培養觀察力 你如果能觀察他的細節到很細的地方 你反過來走的時候 你自己在做的時候 就會有這個自動自發的感覺出來了 所以他在設定的主角是什麼幾歲的各位 一定有原因對不對 他為什麼不找個40歲的 他要找一個20幾歲的幹嘛 一定有原因嘛 客戶不會那麼神經病 所以你就隨便摸一個20幾歲 20幾歲就是你來演 不是的 有原因 因為他要找的就是這一群 這一群剛剛進社會的人 而不是找三四十歲的人 因為三四十歲的人 通常比方小主管 有時間啊 有秘書啊 用不到這種老舌子嘛 誰會用這個東西 平常工作很忙碌 要偷時間偷不到那種 用這個東西對不對 好 這是策略的推演嘛 你可以從騙子推出這些東西來 你就成功了 這個東西是我講的馬步的意思 那為什麼是男生沒有女生 為什麼都是男生 為什麼 對 他這樣講是完全在取悅現場的女性的感覺 因為投資理財上面 男生當然比較積極一點 可是如果說我這個品牌 我希望talk to女生可不可以 誰說不行的 女生也在投資啊 只是我也許就不是在走女性上班族了 可能我找的是菜籃族之類的啦 不一定啊 好那我們從talk to whom 可不可以再抓到更深的東西 他為什麼一定是都會裡面的 為什麼各位 為什麼不能是稍微鄉下一點的 為什麼 因為投資理財 理所當然是跟都會裡面的人的生活器官 是有關係的嘛 所以這一支很清楚很明白 那換言之如果你下一次你碰到這種案子的時候 你就要小兜者去設定這個角色了 這個策略推演就很重要了 那我們看第二個 take away 你覺得這個片子看完之後 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東西 來 這一位菜籃族請問 今天 最近幾天很糟糕齁 落成這個樣子 對不對 股價跌成這樣真的很傷心難過 可是也不必說難過到時候 把頭髮都弄成這個顏色 要轉運嘛 要轉運嘛 弄紅色轉運一下轉運一下這樣 不是啦真的嗎 阿嬤 喔 那麼年輕做阿嬤 好難得喔 真的是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大姐 大姐 糟糕 已經就得罪人了 大姐 請問一下 你看到這個筆 你有什麼 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應該是那個手機 對 應該是那個手機嘛 應該是嘛 他想速度的讓人家覺得說 那個手機的功能 好 這位大姐 陳述的是專家意見 各位 那個通常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我們都會用專家意見 來表述自己意見對不對 可是你要練習 讓自己變成是 一般老百姓的意見 你在看電視時候的意見 比較重要 其實我們在看電視的時候 我們也不是專家 我們一樣會被受騙喔 我們一樣會被廣告所影響喔 我們去買感冒藥的時候 一樣會開口就是濕濕 然後一講完之後 覺得很丟臉 臉都紅起來了 怎麼會買濕濕呢 真丟臉 你知道 可是我們還是會洗腦喔 所以專家意見 其實是在我們做學術討論的時候 我們需要 我們現在要的是消費者的意見 其實一般消費者喔 看完這個影片之後 其實不太容易得到印象說 他是在賣一隻手機啊 或是軟體服務或是什麼 那都是安慰的東西而已啦 有興趣的人看到 他會去抓那些訊息 可是外圍更大群的消費者 或是我們叫potential的消費者 他也許留下只是兩個上班族的對比 或是喔那個年輕人好帥喔 或是廣告好亂喔 坦白講這支廣告我覺得並不是那麼成功 因為他給你的記憶點沒有那麼明確 那麼清楚 他的idea不是那麼樣的尖銳到時候 你會立刻就記得 所以當我跟你問說 這個片子的idea在什麼地方的時候 你不太容易一下想出來 你會跟我說就是兩個年輕人對比嗎 那這個都就不是idea了 所以從這邊看得出來 這支片子idea是不成功的 他讓你帶走的東西 不是那麼樣的清楚跟明確 我們就學到一個東西 我們必須要讓消費者帶走一個視覺 一句話要強而有力的 他才會成功 任何東西都是一樣 那我們看第三個調性 對他的調性我們當然不必特別強調 就是都會型的 非常精英族群的感覺 這他選擇的東西 好我們看下一次請 他現在還有一支 他已經系列的高 不停 有此對 還有一次喔 抱歉 哼 只有一個聲音在笑 那個聲音笑得很曖昧 笑的聲音 好 請下來 三支彰化銀行的企業形象廣告 我們請教一下 大家來推一下他的talk to whom 他的對象是誰 然後你要告訴我 你是怎麼看出他對象是誰的 好不好 我們徵求哪一位 好 那個音控那邊是不是 你要講話是不是 OK 好 下一次好了 下一次好了 先不要急 這邊有沒有哪一位要發表一下意見的 不要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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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OK 好 那就是這一位好了 好 紅色衣服小姐 對對對 他不要搶嘛 你搶太兇了